明天是单数的 明天是单数才能领哦 单数的 对 它好分哦 今日是口罩购买新制上路的第一天 许多民众一大早就到各建堡指定药局排队等待购买 但因为人潮踊跃 许多药局在开门后短时间内就已受庆 药师表示 以目前发放的规格来说 可能头一两天 因抢购数量上有所不足 但因此限量机制 再晚几天民众应该都可能购买得到口罩 也请民众不用太过恐慌 目前为止因为过年的关系 所以台湾目前的口罩产量还不足 但是呢经过政府这次的宣导 直到健保药局来领口罩的话 可能第一天或第二天的产能或许会不足 但是我相信第三天或第四天之后 该想要的民众都应该领得到 然后原则上呢 我们是135是开放给单号自委 身份证自委是单号人购买 然后246是开放给双数人购买 礼拜日的话则全部都可以购买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不要恐慌 因为过了第一天第二天很多人 第三天第四天之后就会量就很多了 所以请大家都真的是不要恐慌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 因为新智上路 也请民众不用担忧购买不到 另外也呼吁乡亲 若是家中口罩备用量已足够 也能够将口罩留给医护及重症病患 不用囤积并做好勤洗手 才能够真正防治病毒 我们其实尽量把这个口罩留给最需要的人 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医疗人员 或者是目前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民众 把口罩尽量留给需要的人 那我们只要是健康的人 然后我们出入的地方 是在一个空旷的户外的空间 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那在这边要呼吁大家 最好的方式就是勤洗手 副医长潘亦全表示 埔里有近三十家药局贩卖口罩 在数量上应该足够供应民众使用 除了希望民众不要抢购囤积口罩外 也再次提醒相亲能够勤洗手 出入公共场所能够佩戴口罩 保障你我的健康 记者陈文一 普理采访报道